副市長先請教一下 關於那個阿美演唱會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前兩天我們有在市府外面看到 那個里長夫人給你下跪的部分 可是這事情越燒越大 因為包括你自己也去感受過那個地震 但是現在很多歌迷都灌爆這里長的一些 那個他的臉書甚至關掉 那這個事情到底怎麼解決 你自己去感受過是確實有震動嗎 那現在其實好像連里長夫人他們 比較不能接受這件事 當初你承諾他們說可以改善 那好像變得說沒有辦法 柯市長剛剛有講到周宇寇 周宇寇有批評你說 柯市府不應該跟著這些里長來胡鬧 他覺得說他是挺阿妹的部分 從好的方面講應該這樣講 七年過去的阿妹的魅力依舊威力還是在 所以他一出場就天咬地動沒辦法 這個後來真的有去研究那個 小巨蛋的那個為什麼跳會引起旁邊敵人 這個因為那個地方是土壤液化區的 所以他水位比較高 就好像你那個臉盆放在水裡面 你給它動動動它就會水泡會出去 如果你把臉盆放在那個乾的沙上面 你給它泡泡泡它泡會出去 所以我們後來做了很多改善 什麼鋪木板什麼你知道 所以演唱會三個鐘頭前面兩個多鐘頭都沒有你 就最後十分鐘 開始跳就不行了 所以只能說阿妹魅力依舊威力有蠢 所以結論就是小巨蛋真的就是不適合演唱這種 要很High要跳就沒辦法 所以 所以將來如果 如果是這種比較文靜的歌曲在那裡 如果是像阿妹那首三天三夜大概投降了 這個真的要換地方唱 就這樣沒辦法 至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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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長也是 也不是說他抗議不對 就是說他總是替李明請命 我們也是很努力的 三個鐘頭就最後十五分鐘破空 一跳就不行了 不過結論就是那個地方不適合唱三天三夜 所以以後真的要唱三天三夜 另外找地方